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我是Vin 今天又是一个下雨天 昨晚下了一阵晚的雨 都还没停 不是下大雨 是下那种 也不是毛毛细雨 差不多吧 这个应该是长寿雨 呃 假如这个时候在 被窝里睡觉的话 有多舒服啊对吗 天气有凉凉的 好啦 现在要去上班了 记得吃早餐哦 哦 看到前面的乌云吗 乌云密布 要下大雨咯 今天又是一个湿湿的 早晨啊 六明啊 今天过来这一间看一下 看他们装的怎么样 刚才呢 忘记拿这块板 又跑回车里面去拿 哎呀 现在老了 记性不好 这种屋子就是 当屋主还在里面住的 我们在装修 这个觉得点麻烦 你看 你看他的东西全部 就是 有时候做木工呢 也是要有一点头脑 把自己先做好 然後他們可以這樣頂著 那就不用一直抬著 對嗎? 老闆做墊 你看 做木工的也要學會做墊的 我們做自己 還做 我們做自己做八百元吧 對 一整做後要倒自己 怎麼會做 不然他要來 不然他要來 他要去 所以他要去 他要去 所以他要去 他要去 我還不知道 他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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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時間 他要去 馬上就來 對 好了 搞定了 这一场有点麻烦 就是屋主一直换它的那个尺寸 因为它有个保险箱 然后我们做来的厨 它不喜欢它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们要上来会量过 还有它的那些灯啊 那些它有改 所以我一定要上来看一下 拿准的尺寸 叫工厂重新再做再送回来 要不然的话等一下很麻烦 好了现在回家了 回去休息了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 拜拜